说话,请各位再做另外的,比如筛选业务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还想要筛选产业别 我还想要筛选产品 还想要筛选客户名称 可是问题来了,如果说 我们要重新再筛选产业别、产品或者其他栏位的话 那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哪些地方呢?你会发现 筛选业务 那底下是不是什么?这个的话,请输入业务名称 请输入产业别名称,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的条件,本来第三栏 如果是产业别的话是第四栏 然后呢,如果是产品的话是第五栏 客户王在第十二栏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蛮多地方都一样的 只有几个地方不一样的 好像也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而已 那如果为了这两个不一样 你变成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下调整C 然后再Ctrl V 然后再去改什么?筛选 产业别 筛选产品 那你会发现,哇,那个城市太冗长了 而且未来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城市,假如说其中有一个变动的话 那其他也要跟着变动 这样的话呢,你城市维护就会很麻烦了 所以最后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以后的话,你可以把这个Sub改写成为叫共用 共用的Sub 共用的副程式 什么叫共用? 那也就是说呢,我将来我就把他的Sub名称 不要叫筛选,叫筛选就好 那为了要让其他的也都能够用的话 以后呢,你就是透过后面的小刮符 传递参数给我就好了 什么时候传给我的?就用call call,什么筛选 然后刮符里面呢,带两个参数给我 第一个参数呢,就是什么? 你给我一个名称 就是什么?什么名称?栏位名称吧 业务,产业别,产品 比如说第一个,给我第一个哦 然后呢,逗点 第二个的话呢,叫哪一栏的栏数 比如说第二个,那个参数的名称叫蓝树 不过有些同学可能会 假设你不太习惯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换个名称 用英文的也可以啦 反正这个只要理解就OK了 另外的话呢,可能你还可以在后面呢 如果说你要为了确保说 让别人知道说要传什么样的参数比较OK的话 你可以再加什么?名称要是字串 所以呢,建议在这边可以加一个 S3 也就是你这个参数 请你给我一个字串哦 S3,但不加也没关系 不过加了我觉得会更OK 蓝数的话呢,因为它是数字 所以呢,你就打一个 integer 整数, int 这个 integer 那这样它将来就可以看出来 那哪个地方改? 将来把这个名称有没有 把它修改改哪里?Ctrl C 把这个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改成什么?名称 算上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把名称贴上来 然后呢 这个and把它控开 意思是说 将来它丢给我的参数 我把它放这里 请输入 如果业务就业务名称 请输入业别就产业别名称 OK 然后还有哪个地方要改? 底下 这里 这改什么? 蓝数 所以这边的话就叫蓝数 OK 这样 两个地方 好 其他还有没有呢? 没有了 我看 我看 你可以参考哪里? 参考这里 第六页的地方 那这个第一个嘛 刚刚我改的 第二个的话改这里 两个而已 对 改完了 好 那最后的话我要怎么去呼叫他 非常简单 总共有1234 其实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 把它呼叫给各位看一下 call以后的话筛选业务 那我就call筛选 传给他一个字串 叫业务 第几栏? 第三栏 那产业别在第四栏 OK 产业别 第四栏 第五栏 客户在第十二栏 这样的话呢 就全部写完了 OK 非常非常推荐 以后如果说 假如是共同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傻傻的把它写成四个SARB 那以后你要维护的话 哇天啊 这头痛 每个都一样 每个地方都来给它改一下 对不对 如果没改到的话 岂不是成四又发生错误 这个的好处就是你只要 就是维护一个SARB就好 应该可以懂了 特别说我只有改几个地方 不多 就是主要是本来是筛选业务 在刮符后面 让它可以传递两个参数 那这个后面S这个哦 这个不加没关系哦 主要什么时候可以显示出来 因为那般刮符 大家发现 因为我call筛选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会跳出来 那因为我有在后面加A string的话 你就说哦 你要的是一个字串 那我就先给它一个字串 里面的话给它一个业务 这样的好处是 比较知道说到底要传什么 逗点 有没有 这边的话蓝数就给4 因为S integer就给4 给3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完成了就4个按钮就完工 完工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 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 这个是产业别 然后产品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产业别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是OK的 然后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然后这个是产品 最后的话是客户 然后来试一下给各位看 然后我这边一样 设个中断点 这边call这里好了 这业务 这边执行的话 然后把它点一下 好 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筛选 这边 他就call F8 有没有发现跳过来了 然后名称里面就放业务 栏数里面就放3 有没有 丢给他嘛 然后他里面就放这些资料 请输入什么 业务名称 有没有 这个名称 然后就把业务名称 输入一个 让他真的找一个英雄 底下都一样 好玩 有没有英雄 有了 OK 如果我找产业别的话 产业别 这边一样 那我就找金融好了 这个就打金融 金融业 OK 金融业会不会出现呢 金融业也会出现 有没有 所以是万用的 所以以后 当然你想说 老师 那这个不写成这样 可不可以 其实当然 城市在执行上 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 以一般在撰写城市的经验来说 请勿 最好是遵循这样的方式 来撰写城市 比较可以减少很多困扰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城市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白板的 第几页的 第六页的地方 OK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我还特别把那个 参数的地方 用黄色的底色 可以把它标注一下 那今天的话 主要就是讲到有关那个 这个问题 单元零五部分 主要是 跟这个资料的 筛选与这个分割有关系 那其实主要就是拿 这个Excel来当查询系统 如果将来你要把大量的Excel资料 快速可以建置一个简单的查询系统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完成 OK 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把资料 看你要怎么样把它 是做批次的 分割资料也好 或者是单次的下一个关键字查询也好 今天讲的 其实很快就可以得到我们用的结果 最后是如果你有很多栏 它基本上都用一样的方式的话 那你可以用共用SAP的方法 在处理你的程式 OK 另外当然有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把这个资料 丢到资料库看看 ASC的资料库看看 其实上个礼拜的东西也可以结合进来 也可以拿来查资料 没有问题的 OK 那今天的话大概就是把那个单元05讲完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那个单元06 跟那个网路下载资料有点关系 不过因为受限于那个就是 如果比较一下 还是用python我觉得比较推 如果说基本的功能 我会跟各位讲 VPN能做到哪些下载的方式 那至于比较进阶的 或者是更深入一层 你想要成为那个爬虫高手的话 还是建议可以学一点 那个python相关的这个程式 OK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先讲到这里